萧萧喜欢王东,为何还要怀疑王东搞机呢? 在你们都关注女扮男装的王东时,而我关注的则是这个小萝莉, 她就是史莱克七怪排行第五的萧萧,这几集中她的镜头非常少, 但也阻挡不了人家喜欢王东。 在霍宇号把王东当成兄弟时,萧萧已经慢慢的喜欢上了王东, 毕竟王东的男装确实很帅,卡兹兰大眼睛再加上蓝粉搭配的头发, 脱脱的小鲜肉一枚,这又怎能让别人不爱呢? 在一次新生考和分组的过程中,萧萧很幸运的和王东以及霍宇号分到了一组, 这次萧萧终于近距离的靠近自己的男神了, 但是宇愿为,当萧萧对王东表达出自己的爱意时, 却被王东当场拒绝,虽然萧萧眼中有些失落, 但也并没有多想什么,毕竟他们的年纪都还小, 对异性的喜欢大部分都是来自外貌的吸引, 在霍宇号得知这个事情后,便指责王东拒绝的也太明显了一点, 起码委婉一点也不会伤人家的小心心, 但对于王东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, 毕竟喜欢他的女生有很多,不可能每一个都给他们回应,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他也是一个女生,总不可能搞同性的恋爱吧, 最后在日常生活中,萧萧发现霍宇号和王东的关系亲密的不像普通朋友, 总感觉两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,再加上两个人还能五魂融合, 反而让萧萧更加的怀疑他们两个有可能在搞机, 之后萧萧慢慢的就对王东失去了那份爱意, 好在菜头的出现,让他最终找到了好的归宿, 萧萧